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钱补乌 夏商是河北河间县人 他的父亲夏东陵 富裕又奢侈放纵 每当吃包子时 只把馅吃掉 包子皮扔得满地都是 人们因他肥胖 称他为丢脚太胃 到了晚年 家境极贫 每天饭都吃不饱 异常干瘪 皮肤松弛 人们又称他为木庄僧 意思说他像个身挂带子的花园和尚 临死前 他对夏商说 我平生暴敛天物 冒犯了老天爷 会遭动恶 最终死去 你要珍惜上天赐予的福分 好好干活 来弥补我的过失 夏商严格遵守父亲的遗教 为人诚恳朴实 全然无坏心 耕田种地 自食其力 村里人都喜爱和尊敬他 有位妇人某翁可怜他贫穷 借钱给他学做生意 可夏商往往连本钱都赔了进去 他因无力归还本金 心中很不安 便卖家中田产 某翁不肯让他这样 夏商心中更坠坠不安 卖掉了自家的田宅 拿得来的钱去还某翁 某翁问清了钱的来历 更加可怜他 强行为他赎回了卖出的产业 又借以更多钱财给他做生意 夏商推辞说 以前借的十几两银子尚且没还上 何能增加这么巨大的债务啊 某翁就请了一位商人和他一起去做生意 数月归来 保本而已 某翁不收他的利息 让他拿着本钱再去做一次生意 过了一年多 夏商赚来了一整车货物和钱财 归途中 在江上遇到飓风 船差点被掀翻 货物丧失了一半 回去后清理剩下的钱财物品 大约可偿还本钱 于是 他对同行的商人说 老天爷让我贫穷 谁能救我呢 是我拖累了你啊 于是 把清点财物的账本交给那位商人 恭敬地退出 某翁又一次恳请让他去做生意 他坚决不肯 依然耕田度日 他经常感叹说 人生世上都有几年降伏的日子 为何现在的我如此落魄 这时 正好从外地来了一位会巫术的人 用钱币占卜 能知道人的命运 夏商拜访他 这个会巫术的人是一位老太太 她的寓所精致整洁 里面有神仙百味 香火鸟鸟 夏商进去 向神座朝拜以后 巫婆找他收取占卜的费用 夏商给了他一百枚钱 巫婆都放入木桶中 然后拿着木桶跪在神座前 用手摇木桶 如同球签那样 片刻站立 道前与掌心 然后在桌上依次摆开 方法是有字的一面是凶 背面就是急 直到第85枚依然出现的十字 以后则都是背面了 巫婆问 今年多大岁数了 夏商回答 二十八岁 巫婆摇着头说 还是啊 你此时在行仙人运 并不是你本身运 到五十八岁才行自己的本人运 才会结束坎坷命运 夏商问 什么叫仙人运 巫婆说 仙辈人有善行 没有降完的福可供后背降 仙人有恶行 他的货没有遭尽 后背人也得承受 夏商屈指一算说 三十年后我变老了 不领变了 巫婆说 五十八岁以前便有五年运气回转 只能稍稍做点事 使自己不治挨饿 到五十八岁这年 会有巨额的金钱送上门来 不需要费力去寻找 官人这一生没有过失 你的福运可以沿用到下辈子 夏商告别女巫回了家 不完全信女巫的话 但仍安于贫穷 坚持操守 不敢妄求非分之财 到了五十三岁那年 就留心验证女巫的话是否灵验 当时正在春耕 患上了瘧疾的夏商 不能下地劳作 病好以后 天又大汉 和苗都哭死了 到秋天才下雨 家里没有别的可种 把所有的地都种上了骨子 接着 天又汗了 荞麦 豆类等作物 大半都哭死了 只有骨子没事 雨水浸润后才能存活 茁壮生长 产量比往年增加一倍 次年春天闹饥荒 夏商躲过一劫 夏商因此相信了巫婆的话 向某翁借来本钱 做小生意 赢小利 有人劝她做大买卖 她不肯做 到57岁那年 修院墙挖地挖出一个铁翁 打开以后 有屡屡白戏冒出 她吓得不敢伸手 过了一会儿 气散尽了 全是白银 夏商夫妻把银子取出来 一撑 共1325两 二人私下一论 巫婆也有补错的时候 邻人的妻子到商家串门 将建银子的事告诉其丈夫 她的丈夫十分忌妒 偷偷告诉了县官 县官是个贪官 把夏商抓来索要银子 夏商之妻企图藏匿一半银子 夏商说 如果不是我们应得的 留下来也要招货 便如数上交 县官得到银子 恐怕夏商还隐藏了一部分 有追要原来装银子的器具 装满银两 夏商方得释放 过了不久 县官升任南昌同志 过了一年 夏商做买卖去南昌 这时县官已死 他的妻子将要还乡 便卖了粗重物 有若干篓铜牛 夏商看到价钱便宜 便买了带回家 到家以后 有个油篓漏油 于是将油转入另一器皿 这时 发现篓内有两定白银 再看看其他的油篓 每篓都有 总共一算 恰与之前挖得的银数相同 夏商从此突然富了起来 更乐意帮助穷人 慷慨解囊 毫不吝啬 妻子劝他给子孙留一些遗产 夏商说 这就是给子孙留遗产啊 那位告发他的邻居 此时变成了乞丐 想来求他帮忙 可心中有愧 不好开口 夏商知道后说 过去的事是我时运不到 所以鬼神借你的手把好事打破 你有什么错呢 于是周记他 连人感激涕零 后来 夏商活到了八十岁 子孙继承了他的产业 代代兴盛 book 谢谢观看